大家好 歡迎收看 今天有多知 昨天對岸軍事演習的利空 有讓台股重挫嗎 你有沒有看到利空 頓話 利空不得的架構 昨天台股早盤雖然跌百點 盤中一度大漲百點 今天持續大漲300多點 我昨天特別跟你預告 這行情愈小不易 真的愈小不易 我上禮拜已經跟你 展丁結領預告 今年度第四季 準備挑戰歷史新高24416 今天已經來到2萬3 離24416只差1100點左右 有那麼困難嗎 有那麼困難嗎 行情總在半心半疑之中 緩步的墊高 多方結構第四季的年底 做這行情不要缺席 每年度最好賺的一個季度的 一個股票市場就是現在 就是從10月份11 12 對 第四季 明年1月份還有元月效應行情 2月份還有紅包資金行情 接下來半年你會賺很多 好不好 我的預期的目標 五成至一倍的一個資產報酬率 不要拭目以待 跟著一起來操作 我們對於盤氏的分析規劃 會讓你不斷的印證 個股的一個操作 當然也是如此 上禮拜二台湖盤中跌了284點 尾盤還跌91點 我跟你預告低點不多 手腳指跌 對 這邊可能是 小波段的最低點 我有沒有這樣跟你預告 上禮拜二 所以禮拜二講完之後 禮拜三 你們看到 找完大漲274點 我不是告訴你低點不多嗎 所以開盤就大漲 尾盤變小漲47點 開高走低 你是不是又懷疑這個行情 你又開始擔心 這盤會壓回 會重挫 會修正 你想太多了 你真的想太多了 盤會越來越強 它能開高大漲 就代表特定的一個資金 在第四季的一個行情裡面 已經琢磨非常深 所以禮拜三開高走低 大家開始擔心 大家開始害怕會修正 我說盤值會越來越強 講完之後 禮拜五有沒有大漲242點 漂亮 2萬3了 第一次去做這張行情 就是挑戰24C6 歷史新高 一定會來 所以當昨天 這個非金性的一個利空 讓台股早盤跌102點 嚇了一跳而已嗎 對不對 這種軍事演習利空 對台股早就利空頓化了 你不應該受影響 那是給它擔心的 所以今天台股又大漲316點 23353 第一次去就是要挑戰24C6 這個看法不用改變 不用改變 所以在昨天 當台股有這樣的利空 金老師手中的一些個股 盤中一樣回檔修正 我的分析叫做正面迎戰 直球對決 當然還沒漲完 是不是 昨天提醒你的很多檔個股 我根本不會擔心 他一天的回檔修正 上癮 昨天幾乎點半根 26.5 我會怕嗎 買在相對低檔的一個價位 安全 可靠 又破斷 為什麼常常告訴你 第一個時間來跟我布局 你買在一個低風險的位置 對 漲一天的一個上癮 昨天跌半根 需要怕嗎 我沒有帶你出 你就不用怕 今天上癮盤中插一檔亮燈 賺破斷要給我時間 第四季的行情 你給我時間 我給你破斷 五成至一倍的報酬率 等著你跟我一起來賺 賺半個股本 那個上癮 10月1號 三天轉折 210趕快上車 10月4號 212紅的 大盤跌他紅的 要漲了 我說跟亞德克同族群的 很多人猜到的是上癮 工具機的 滑軌的 猜到了 你有買嗎 你有報到今天嗎 報到今天 報到今天 買個十張 將近50萬的獲利空間 快不快 所以整個上癮的一個結構 210 212買完之後 上禮拜我 拉出中長紅 236.5 13% 昨天 盤中打到226 根本不會擔心 你是我會員 我昨天會因為對岸軍事的演習 利空告訴你 股票馬上賣光光嗎 好怕 台股又要修正了 又大跌了 小跌小買大跌大買 遇到多頭行情 這是你目前現階段的策略 所以昨天的上癮 226.5 我根本不會擔心 只是看要不要再度一個加碼而已 所以整個上癮的一個架構 昨天226 今天258 如果你昨天賣在226 今天來到258 差了32塊錢 10張差了30萬 盤中有沒有我陪你看盤 你認為沒有差異性嗎 同一檔股票 我希望你跟我並肩作戰 埋在第一個非常安全的位置 埋完之後沒有漲完 縱使回檔 縱使洗盤 我會告訴你要不要加碼 而不是隨意的 賣在相對低檔 賣在相對低檔 未來一大段跟你沒有緣分 那不是非常的一個 堆心肝嗎 怎麼會這樣 漲盤怎麼會這樣 上禮拜我就跟你預告 第一世紀挑戰2411流 歷史新高 有跌你不買你什麼時候要買 是不是 所以昨天你上癮的分析重不重要 什麼是有實力分析的 一個投顧老師 分析大漲的股票 大家都可以說 不夠了 昨天上癮跌 昨天雅翔跌 昨天立即跌 我怎麼分析的 今天有沒有印證 是不是 所以整個上癮 昨天的分析 今天馬上讓你印證了 258了 這樣子22%了 創下波段高 今天上癮差一檔亮燈 最高258 對 差一檔亮燈 今天有利多消息 親愛的朋友 線性滑軌工具機的一個上癮 有什麼利多 有什麼利多 你至於看 義大利的一個新廠 明年度的低機要啟用 因為它所謂的一個線性滑軌 在義大利的市場 市場率第一名 有沒有訂單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道理 什麼樣的一個道理 公司只要肯花錢 蓋廠房 買設備 代表訂單在手裡面 是不是 所以明年要啟用 有沒有訂單 43率在義大陸第一名 所以今天的一個利多消息 當然是幫我們會員座抬教 難道我是今天258附近 看到利多了 漲上去了 告訴我們買這個位置嗎 你買在今天的高點 或許 你會賺 賺的有比我們多嗎 你已經落後我們22%了 10張已經落後我們50萬了 你會賺的比我們會員還多嗎 所以對於整個大盤的一個架構 目前來講 操作難度越來越低 我昨天也這樣跟你講過 對 利空都不跌了 你還擔心什麼 你還擔心這個盤會所謂拉回重挫嗎 台積電法說會的一個重點 絕對是一個利多消息 利多消息 當然台積電在這禮拜 法說會公布之後 當然不要隨便追那個短線高點 一定有人會稱其逢高賣 逢利多賣 重點台積電力多有稍微回檔震盪 對盤勢的一個多方性的結構 沒有任何的負面影響 對第四季的年底作戰行情 更具有加分的作用 跌要趕進場好不好 就讓這一檔全新 PA平蓋股的 當作壓回修正 跌到132讓你買嗎 相對低檔買點 很清楚吧 9月10號 9月13號135 撐網就會往上 所以132 135很好買 沒有 往上 有沒有 往上 176的 33% 33%之後的回檔 連續兩根黑木棒沒有賣 沒有賣 講完之後就大漲 8%來到179 看圖說故事 買在這個179的位置 馬上套 我會告訴你這個位置要追 要買嗎 132 135很好買 來到179 這當然不是買點 36% 36% 那開始回檔修正一個全新 152 支撐化給你 支撐化給你 所以三天回檔 要不要跟著進場 你179那一天 有賣的到152這一天 差了27塊錢 10張差了27萬 所以連三黑的一個全新的 第一檔 我支撐的買點畫給你 你敢不敢買 你敢不敢買 一般人看著蝴蝶亂開青 要怕死 連跌三天 會不會再跌 會不會重做 會不會跌停板 這很多人看到全新來到152的恐懼 為什麼股票市場上 贏家總是少數 人性落點 遇到盤不好 跌想賣 是不是 所以大家都是這樣想 那誰會贏家 反市場才會贏家 所以誰會在全新連三黑這一天 告訴你152這是一個 接近支撐的一個買點 買完之後隔天161 這不是轉折嗎 昨天156.5 我說撐得還不錯 這跟紅K棒的支撐 撐得還不錯 昨天有大漲嗎 沒有 昨天一講完之後 全新就從156漲到173了 今天全新表現還不錯 凡宗 你是不是希望他漲停板 會員當然是希望 對不對 低檔區的位置 連三黑的買點 誰帶給你的 123 第三天 152 支撐畫給你 你敢不敢買 你敢不敢買 昨天全新 我還特別告訴你 這個紅K棒支撐 撐得還不錯 156.5 今天已經來到173了 我又做對了 親愛同朋友 前波段 132 135 到179 36% 這一次152到173大概14% 兩階段50% 第四季 一檔股票要賺五成 你覺得很困難嗎 跟對人 這個疑慮會下降 跟錯了每天追高殺低 換個角度 換個老師吧 我只能這樣跟你講 真正的贏家 對盤勢的分析 個股的操作 向來不會閃躲 直球對決 昨天大盤的分析 有沒有印證 今天台股大漲300多點 昨天很多 黨股票的回檔 我怎麼跟你分析的 我怎麼跟你追蹤的 要轉波段 要有一定的實力 這檔宏傑科 跟全新一樣 PA功率放大器的 今年前半年 相當去年整年 都得五倍的獲利 你有沒有看到 當時候第一檔 101 歡迎跟上 PA功率放大器 跟全新一樣 11月8號103 PA長線看好 長線看好 所以今天洪傑科 來到109的短波高 沒有大漲 沒有漲停 但是 就像我之前佈局上癮 一模一樣 底部型態的股票 是不是很安全 你給我時間 我會給你波段 上癮10張塊50萬 已經20幾%了 所以整個洪傑科的一個架構 也是如此 我不會為了 迎合大多數人的一個想法 因為大多數人的想法 喜歡看到漲停板的股票 對 大家喜歡賺漲停 大家喜歡看到每個分析師 每天都有漲停板的 好像看起來才會過癮 好像這樣才有資格當分析師 錯 錯 賺漲停板沒有那麼容易 如果我當天買股票我賺漲停 我會修出口訊 來跟你們對時對價 一定是這樣的 解盤風範 是不是 哪有可能每天都有股票 浪費人賺漲停 是不是 你自己去想 我有每天買什麼股票 每天買現賺漲停嗎 有的話我會公告 沒有的 那怎麼辦 布局 低檔區的一個洪捷科 這邊都是 逢低布局的一個時候 全新看好洪捷科我也看好 他的獲利數字 已經跟你解析過了 所以101 歡迎跟上 103 長線看好 今天109 低風險的一個操作 風險一定要擺在投資之前 不要為了追求所謂的一個利潤 一昧的不顧風險 到時候你一檔股票做錯 你可能就很難起始回升 這是我謹守的一個選股原則 所以全新洪捷科 PA供應放大器的看好 當然還有一檔 PA供應放大器的 就是穩帽 穩帽我當然會帶會員買 是不是 這檔股票就在11月7號 這一檔就是3105的文貌 確立油虧轉銀 去年的文貌還是小賠的 今年的文貌已經獲利了 所以確立油虧轉銀 它不是投機股 它也不是地雷股 我已經確認過了 相對低檔去買就對了 當天最低就是131.5 是不是同一檔 是不是同一檔文貌 11月7號的文貌 沒有錯吧 131.5 買就對了 相對低檔不買 今天文貌 已經來到138了 前幾天我當然告訴會員 一樣可以低階 包括今天 我還是告訴新會員 132可以買 時間交易你去對 當時在131.5 油虧轉銀的PA 對 就買在132 買 還說大漲超過半根 所以對PA功率放大器 這三張股票的一個低檔 進場的位置 相信同沒有 已經看到 親老師選股的方向 基本面一定是往上 操作的一個層次 低檔要佈局 買完之後市場上認同 自然幫我們會員做抬交 所以接近度 第四季行情 越來越熱弱 其實操作難度是越來越低 你只要選對股票 低檔敢進場的 三成五成 應該是垂手可得 所以這檔股票 8月營收年長率 超過六成的極油股 我之前賣在高檔 我之前賣在高檔 現在回檔 這叫做一個底部 這檔股票只要回到 我之前零個賣點 至少就是五成 上禮拜五開始佈局 這兩天一樣佈局 他還沒大漲 你想不想賺五成 你想不想賺 欣老師有沒有能力 幫你創造五成利潤 所以第四季行情 跌時要人幫 欣老師一定幫 有跌要敢買 強勢基歐股給你一個選擇 我已經幫你篩選好了 你只要跟上口令 一個口令 一個動作 我負責幫你創造利潤 休息一下 再回到節目的一個現場 這一檔一拳 當受9月9號84.1 黃金右腳的買點很精彩 給你三天的時間 從9月9號到9月11號 對 80.6 還沒大漲錢趕快佈局 講得很清楚 隔天有沒有大漲 8%來到92.5 我說工資吃吃八飲 買廠房 跟上演一樣 義大利設廠 代表訂單有進來 所以後市當然看好 所以整個一拳 漲上去 看到大盤重挫600點 我說五日軍線 守得很漂亮的一拳 當然還會再漲 大盤重挫 你要鎖定我的節目 你才會得到一個正確的 投資方向跟策略 所以一拳就從99 一路的上漲 來到上禮拜五的123 按照我的既定的策略 先減碼 先減碼一半 沒有錯 123那一天 上禮拜五是6% 減碼一半 今天一拳 再創新高 另外 基本肢股把它賣掉 122.5賣 剛好五成 又五成了 你剛剛看到全新 兩階段也將近五成了 對 那一拳到今天 剛好 對 五成 你所看到的一拳 從我們第一檔 這黃金右腳三天的買點 漲上去的過程當中 沒有一天漲停板 但是它幾乎每天漲不停 縱止大盤縱錯600點 我告訴你五日均線守住 它還會再漲 所以今天一拳122.5賣 9點10點43分 你注意看 12.5附近賣 當然在12.5 12.5當時要有300多張的買單 一定賣得掉 收盤 121.5 所以賣在一個相對高點 錢老師是為代會賣股票的分析師 分析師 對會員最基本的義務 代盡當然要代出 錢老師會不會代出 跟你對時對價 這樣還不夠清楚嗎 今天交代一下洪碩 1890我有賣 打到1825我有接 接回之後有亮燈 亮燈之後回檔 10月9號 我還沒賣 當天我還沒賣 當天我看到萬論星雲 開始修正了 但我想說洪碩 是COAX裡面 算是我最愛的一檔 我認為應該還有表現空間 我想再多觀察一天 但我已經跟你暗示了 萬論星雲等等 已經開始有走路的跡象 要風高賣 這檔洪碩我是在 上禮拜我1850賣出去的 時間交易也是對 當作在1855 為什麼上禮拜我 紅碩 多觀察一兩天要賣 為什麼要賣 10月11號 這一天選擇先賣 為什麼 3583的星雲 確立走路開始修正 另外就是6187的萬論 也是一樣 上影線很長 這賣壓都很重 所以我為了防止 紅碩的獲利 被其他COAX的股票 帶下來 所以我在 上禮拜我1850 我有先賣 好不好 1850有先賣 好不好 這是我們的一個超盤手法 其實賺不多 1850 這小賺不算賺 至少 如果萬一他真的回檔下來 先避開再說 這是一個分析師 應該帶給會員的 風險避開的一個任務 今天剩1750 那亞鄉 半導體 對 賺一個股本雙底架構 216的買點 你看到了 買完之後大漲 大漲之後小回 不擔心 接下來大漲來到240 當昨天 從240回檔來到216 送分體的買點 因為我買在216 昨天他跌 連跌四天 誰會跟你分析亞鄉 你找到這樣一個 正面銀站的分析師嗎 你找不到 跌四天 送分體的買點 我告訴你 今天不是漲到234嗎 利基也是一樣 174告訴你要趕快上車 9月24號178.5 黑街棒還有機會 你不買 他就真的拉漲停 還沒有漲停賣錢 我們就佈局好了 連五黑183 誰會跟你說 要找買點 再下午而已 隔天馬上漲到196 昨天盤中跌到185 要會低階 很清楚吧 要會低階 185 今天不是拉高 來到198嗎 四季剛的一個架構 相信你投票看得很清楚 246高檔有賣 上禮拜五結尾 昨天大漲今天回檔 我怕嗎 你認為我會怕嗎 我看漲 另外一檔9月印收 新高 年成長率超過六成極歐股 像這種股票 雙抵形態 今天有上影線 今天黑街棒 你在怕什麼 低檔 基本面大成長 趕快上車就對了 未來第四季 做賬行情不曉得 如果掌握了 歡迎加入龍家軍的行列 總明開始 我們一起來 對時對價 本公司與分析師 所推薦分析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